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使用Soddy Wars 繪製出三代鬼策 今天所使用的指令都是簡易的基本畫法就可以做出來 這裡會搭配一些曲面的建模 讓我們在某一些特徵上面在建立的時候會更順利一點 以及說我們該怎麼樣運用草圖圖圓來輔助繪製出這樣的一個武器出來 並且最終使用三代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這裡我們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是刀的主體畫法 那這邊的畫法會跟河道一文字以及黑刀秋水的畫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裡你如果還不是那麼熟悉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你都有詳細的解說 你可以去參考那邊的單元 或者是說我們接下來直接來看 我也會稍微的來做個講解 第一步我們要先做出一個形狀出來 那這邊我們是運用草圖圖圓來輔助的 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個圖片呢貼進來之後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呢我們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一個正式的 那沒關係我們可以運用各位呢 發揮一下想像力 大概的把這個邊線給它描出來 那這邊我做了什麼呢 我做了三個部分 刀柄以及刀 以及刀鞘的地方 那這邊呢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裡呢 第一個地方我給它的厚度 這邊我先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第一個地方的厚度是多少呢 我們來量測一下 是6mm 那第二個地方給它的厚度是15mm 那這樣子做出來讓它刀柄這個地方呢 有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接下來呢 做出刀的地方 像這樣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這邊我們都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我們從草圖上面這裡有一個 插入的草圖圖片 那來做一個輔助 以及運用的這個不規則曲線呢 把這個地方給它描繪出來 那你如果對於這兩個指令呢 比較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零件的進階篇 裡面都有詳細的單元可以去做個參考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我們是怎麼把它做出來的 那剩下的都是簡單的 生長填料 除料 或者是圓角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好像這樣子 我們在做出一個刀鞘的地方 那這邊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是沒有給它合併結果的 好那這邊變成是兩個本體 那這裡呢 就是方便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呢 會更容易更輕鬆的 那這邊給它偏移的是2.5mm的 好那這樣偏移出來之後呢 那剩下的這些細節呢 好會跟合道一文字 以及三代鬼側呢 畫法是一樣的 那這邊你如果想要更清楚更了解的呢 好建議到合道一文字篇 好那邊都有更詳細的解說 怎麼把它做出來的 好那這邊我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好除料之後呢 再做一個生長的動作 修飾一下這個地方的一個刀鞘 然後做一個圓角 以及倒角的修飾外型 好像這個樣子 再來呢我們做分割線 我們要做出其他的手柄這個地方的一個特徵 好像這樣 然後做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做一些其他的圓角修飾外型 那最後 再來做一個手柄的地方的一些修飾 好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邊手柄細節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再來做個說明 好像這樣 把它做出一個 這樣的形狀出來 那這邊呢 不用特別太拘泥說 尺寸到底要多少 好我們參考圖片 把比例畫對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 留給各位去做個嘗試 好這邊不會太困難 最終呢 再做一些其他的圓角 以及修飾外型 好那這邊剩下的細節 我等一下留在後面的手柄的畫法的時候 再來跟各位說 好那這邊 好大家先嘗試到這裡囉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檔案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呢 是手柄 刀以及刀鞘 那這邊呢 對於細節不是那麼了解的 你可以到合道一文字篇 那邊都有講解 因為我們這邊呢 是使用多本體的方式 好所以可以運用這種方式把它做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畫出來呢 那我們呢 就是把一些多餘的地方呢 給它刪除掉 那這邊呢 因為刀以及刀柄呢 是畫在一起的 所以 我們刪掉的是刀鞘的地方 那刪除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好那這邊我們所做的呢 這個地方是分割線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好那分割的方式就是這樣 我們畫在前基準面 然後呢 選擇這裡的邊線 把它做出一個分割線 因為我們要運用的是呢 曲面的指令 來輔助做出這個 凸起來的一個外型 那這邊的做法不會太困難 首先呢 我們在曲面這裡呢 有一個 偏移曲面 那我們 偏移的是分割線這個地方 偏移一個0的一個曲面 來做一個參考 然後 這三個面呢 來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像這樣 那加厚的厚度呢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加厚的厚度呢 是0.3 那同理 上面跟中間這個地方 也是用這種做法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 我就會 省略講的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繼續看 下面一樣 是做一個分割線的動作 那這邊做法一樣 跟上面都一樣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一樣是這樣交叉型的 那做完呢 一樣我們做一個 曲面的偏移0的動作 讓它有一個參考 再來我們在這裡呢 選擇了 加厚生長 那加厚之後呢 我們就會變成了 凸起來這個外型 那細節呢 留給各位嘗試 這邊你如果不是那麼清楚 你可以到黑刀秋水 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再來呢 我們就把刀的地方呢 給它除掉 不要讓它在這裡 那這邊呢 我們要一個凹進去的指令 因為這裡未來呢 我們要做3D列印 那列印的時候呢 有一個凹進去跟凸起來呢 我們在做結合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最終再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那我們最終呢 就完成這個手柄的畫法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是刀的畫法 那刀的畫法是 裡面最容易畫的 那這裡呢 我們在三代鬼側刀的旁邊 這裡會有一些 看起來像是火焰型的一個形狀 那這邊我們在這個3D呢 是不會把這個特徵給它畫出來的 所以 這樣的特徵 我們會留在 未來3D列印出來之後呢 運用塗顏色的方式把它塗出來的 那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畫的話也可以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嘗試 那這邊我是沒有畫出來的 那這邊我們把刀鞘刪除之後呢 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我做了兩次除掉 把這個地方給除掉掉 那這個橢圓形的尺寸呢 我們就搭配著我們剛剛在 手柄那邊的畫法 畫出來的尺寸是多少 那我們在刀的地方 記得要稍微比它小一點 這樣子呢 我們列印出來呢 我們才有辦法做組裝 你兩個橢圓不要畫一樣大的 一樣大的話 列印出來會有收縮的問題 這樣子會組不起來的 所以我們要一個大一個小 這樣才能夠把它塞進去 那這邊尺寸是多少呢 就留給各位去做個嘗試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厚度是3 那建議這個厚度不要太薄 太薄的話 我們在列印是不容易列印成功的 那這裡呢 就很輕鬆把它做到這邊 做圓角的修飾外型 然後呢 在刀的這個地方 做一個凹陷進去的動作 因為這裡我們要塗成黑色的 那我們有繪製出這樣的一個 凹進去的一個特徵的時候呢 我們在塗原色呢 會有一個基準 那這樣會更容易去把它塗出來 那另一邊呢 我們用鏡射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刀的一個畫法 那各位來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是刀鞘的畫法 那這邊刀鞘呢 看起來是最困難的 但其實呢 它畫起來並不會那麼困難 只是有許多的指令呢 是重複去做它的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刀的主體 本體刪除掉之後呢 留下刀鞘的地方 那我們首先做一個分割線 那基本上 等一下的做法都是類似的 就是分割完之後呢 做曲面的偏移鈴的動作 最後呢 來做一個架後的動作 或是架後除掉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做出這樣的一個分割線 那這裡我們都是參考草圖圖圓的 那這邊如果不是很熟悉的 你可以到前面一點的單元 那邊都有一些詳細的解說 那我們分割完之後呢 做一個曲面的偏移 這邊做了三個偏移鈴之後呢 這三個曲面再來做一個架後的動作 那它的指令特徵呢 就會把它做一個凸起來的動作 像這個樣子 再來 我們再做一個偏移 那這邊是哪裡呢 給各位看一下 是中間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呢 我們一樣 做一個偏移之後 做加厚 讓它厚一點 等一下會做其他的特徵 那再來呢 我們一樣再做分割線 那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這邊草圖是長這個樣子的 這裡呢 就要做出了 刀俏中間這個地方的特徵 所以我們 運用的是不規則的曲線 把它繪製出來 然後呢 做一個偏移鈴的動作 像這樣 然後再做一個架後除掉 這邊我們就要把這幾個指令呢 把它做凹陷進去的 那這邊我就直接做得比較快一點 像這樣子我們就做出這個外型 所以我們運用的是一個曲面的指令 但是是非常實用的 學習上也不會太困難 我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繪製草圖 是使用了分割線的方式 那這邊給各位去嘗試跟參考一下 那剩下的地方呢 我們其他的小細節呢 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做一個除料的動作 像這樣子 做完之後呢 做一個曲面的偏移 然後呢 再使用的是曲面除料 那這邊的做法是什麼呢 這邊就是 我們要把 內部這個刀的地方呢 把它做出來 因為我們未來列印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刀 插進這個刀鞘裡面 所以我們運用了這幾個指令 那這邊的做法就是 我們在做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是有實體的 那這邊的實體呢 我們就是剛剛那個刀的地方 那我們做一個曲面的偏移 那偏移的時候呢 盡可能是讓它多一點 讓我們這個裡面呢 這個刀鞘裡面的一個 範圍呢 是比較大的 這樣我們列印出來之後呢 這裡我們才有 有辦法跟刀做個結合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邊細節 要怎麼做 以及尺寸呢 建議各位去看 合道一文字 那邊有更詳細的說明 這樣會比較合適一點 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地方 不需要的本體給它刪除掉 像這樣 現在我們保留的是這個本體 然後再繼續做分割線的動作 那這邊我們割出的是 底部的這個地方的外型 然後這邊 做法就一樣 我就講的比較快一點 我們偏移完之後 做架後的動作 再來再做一次分割線 那這邊我們要分割的是 上半部的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是這個樣子的 是很簡單的草圖 那這邊做法就比較快 那我就 直接跳過 一樣 做一個 曲面的偏移 然後再做一個架後除掉 那我們除掉的是一個勾 像這樣子 全部都是一個勾 那底部的地方也是一樣 那我就做了快一點 像這樣子 做完之後呢 基本上大致上的特徵 都被我們完成了 最終 再把所有的地方 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像這樣 那這個刀俏呢 就被我們完成了 那各位就來嘗試一下 先做到這裡囉 最後來總結一下 三代鬼側的畫法 那這裡 如果在繪製的過程中發現說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的話 那會建議你呢 先到何道義文字那邊 來做一個學習 那邊是 這三把刀裡面 是最容易學習的 那通常呢 你只要學會了 第一把刀之後呢 剩下的就是延伸的做法而已 所以如果你覺得 太困難了 那你可以到何道義文字 那邊都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這邊呢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呢 是使用了 曲面的指令 來輔助做出一個 像這樣子 比較繁瑣的一些 步驟的特徵 那這樣子 我們會更容易 更輕鬆的 把它建立出來 有時候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建立的 反而運用曲面建模的方式 它做出來會更輕鬆 更便利的 那這邊最終我們會運用 3E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邊 你如果想要這個檔案的 你可以到 鎖龍刀的作品 那邊都有詳細的一些 怎麼把它製作出來的 以及這個檔案呢 都有提供下載 你只要把影片呢 把它點開來 進入個別的影片裡面呢 都有下載的連結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所以剩下怎麼沒有 綠子 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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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製作人員